周一预测这个行业,看似很简单,街头就有很多摆摊算卦的,但说难也确实很难,因为预测的是将来没发生过的事,预测的对,求测者可以更好地把握自己一生的发展规律,充分有效地调动各种资源,实现自己幸福的最大化。 可是谁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准确率,如果算错了,就有可能将求测者带入歧途。 基于以上这个问题,建议大家如果有想去算命的想法时,对以下基点要有个大体的把握,知道自己想要算什么,在找人策算之前,你肯定是遇到了什么事,才会有了算命的这个想法。 经常有求测者家务后,我问他你想看哪方面,他回我一个不知道,这就很尴尬了。 不知道你还算什么,我总结一下,大部分求测者进行命里,预测的目的不外乎以下几种,已需要做重大决定,遇到困惑却毫无头绪时。 可以一算,像国豪、投资、出国、招投标等大事,只有对自己的命局有足够了解。 知道目前的流年,大运对自己有利还是有害,才能更好地做出抉择,上出最有利的那条路。 二想把握更好的机遇,避开低迷漆。 这时可以算,每个人都有机遇时间,流年大运也会变化,运是不同策略也不可能一样。 运是好可以解释而起,运是不好就要养精蓄锐,只有懂得顺势而外,才不会投赚蓝墙。 三靠自己的能力无法解决眼前的困境时,可以算,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难题,有些是靠自己或周围的资源就能很好地解决。 但有些是大家却无能为力,这样的问题或灾恶就可以通过对命里的预测去寻找相对应的解决方法。 或破解,或化解,总之能让自己走出困境最重要,最起码也能缓解现状。 私设计我们一生中的重要事件时,也可以算,考学,事业,姻缘,婚姻,子女,半年等等,每一项都对个人至关重要。 婚姻更是头等大事,由不得一点把护。 如果自己没这方面的能力,或出现选择困难症,就可以通过预测得到有用的建议或指点,选择自由方案。 这四点,基本就包括了大部分预测命理的目的。 如果你想算,首先要明白自己要做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或者看婚姻和子女,或者问事业和财人,再者了解一下整体运势,等等。 不要茫茫然,一问三不知,以下是给一位命主做的想批,想批也分几种。 或全部都看,或重点看哪一方面,其他几项大体如何,或侧重于某一项的化解方法,等等,如有人逐有这些方面的困惑,可以私信给我。 不要将个人拔字信息,拔到评论中,切记,平火日元生于乐月不忘,但同根于月时之,所以以身若乱命,喜慕,火,而寄金,水,土,此名为商光阁。 一般来说,对商光阁的命局影响最大的就是性格,所谓的性格决定命运,在这种格局里面,效力最大,性格特点那么命主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性格特点呢? 很多人体现在兴趣广泛,薄而不惊,往往因为自己根基不顾而做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而招致失败,有时候也因为自己的领悟力强,薄财多益,久而久之,让人觉得吃财傲物,目中无人,给人一种骄傲的感觉。 命主是个爱惜面子的人,比较重视名誉,所以很讲人情,接人待物都是重视内涵与气质,但是因为爱惜面子,有点骨头,常常因此而掩饰自己的缺点,并以此而得不掌视。 我们本着有责改之无责加免的态度,来认真审视自身的缺点就好了,因为毕竟性格会随着环境、学识、素质及大运的不同而改变。 事业财运一个人的格局高低,其实就是我们需要分析的事业财运。 那么,我们来如何分析呢?我们一般根据用审的位置,里度来入手,命主巴斯不明显用审,不过在年、月、时都有根,因此事业有一定的基础。 如果岁月在扶持,就必然会在合适的时间让事业突然出现爆发式的发展。 命主所从事的职业,就最好要跟右神有关,关于这个职业选择,都是约定成俗的东西,我们都整理好的,时间中也是比较准确的。 四柱洗墓,应以从事有关木的事业或职业位移,熟农林种植,精英木材,家具,文艺,文学,教师,作家,教育界,书店,出版社,公务界,司法,政治,医疗,宗教等,事业发展力东北尔,不利西南。 四柱洗火,应以从事有关货的事业或职业位移,如工厂,少砖瓦,热度性质,放光,照明,游泪,水泥,热饭餐厅,食品军界,百货,发店,演说家等,事业发展力东南,不利西北,因人或配人生的另一大事就是婚姻。 婚姻的分析一般从两个地方入手,首先看配偶心,命主的配偶心郑冠,在年日帝之中所藏,并没有透露出来,反而伤害郑冠型的伤官却天透地藏了,伤官型出现在天干,对女命八字的婚戒有着很不好的作用,绝大部分人会因为这个伤官而出现婚姻不适的现象,并且在日后的婚姻中,麻烦不断,啰嗦是特别多。 其次看婚姻宫,命主的婚姻宫看姿水,首先姿貌相形,这是一个不好的信息。 其次,姿水未克制日主的,而命主是个身弱的八字,需要帮扶,因此这是一个继神。 一般来说,婚姻宫是配偶的居住所在,现在里面住着一个继神,这就是不好的信息。 针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一般会建议客户降低择偶标准,拉开与对方的差距,才能防范风险。 不然婚姻必然不顺,首先结婚时间需要在30岁左右才行,在此之前的婚姻都有基础不劳的风险。 另外,与配偶的年龄最好差距在6岁以上,才能有效地化起继神,至于婚姻宫的问题。 还有与配偶的条件也可以拉开,由于你的,可能你嫁不住,会给日后的婚姻生活,带来很多的麻烦。 不仅如此,有些我们还建议客户,从五行的角度来考虑自偶,命如与身,子年生者三合,与幼年生者六合。 也就是属相为猴,属,其的人婚配较为有利,与毛年生者相害,与虚年生者相冲,和此二年生者婚配不利,也就是属相为兔的人较不利,与属狗的人相冲。 除此以外不必顾虑,配偶的方向可以选在自己住宅的东北方或西南方位家,健康隐患,八字中水太弱,医患肾脏炎,老医血,近身,泌尿系统之疾病,运弱时伤重,头昏之急,朱有成毛二字,朱有腰痛脚痛,八字中有火被水克,火土熬干鬼水,干有根或心同时有引火丁,容易近视。 女命鬼水与丁火霜弱,越是多迟来,反之越是多早来,凡是日主说,时伤重的人均一个神经山弱症,柱中土都火弱,有高血压病,不论男女,凡日柱或时柱是心卯,急卯的,均好的腰疼病,断腿上有伤发了也很硬业,命局中伤官透干而气盛,医生病病或其他原因,伤留下疤痕, 或者身带暗急,养生病。 大运流年所谓八字元局只是一个方向性的东西,如果大运可以的话,一样会在相关事项上获得成功与好运。 我们现在来看大运的走势,命主目前走顶成大运,时间段是2012年到2022年,比金主是,本来冰火是帮复日干的,这是一个好运。 可惜冰火做下尘土会火特别严重,冰火根本就没有什么力量了,所以这个运程并不看到。 相反下一个大运,以冒大运,2022到2032年,甘之间木,升伏日主的力量极大,为最有利的大集运,望命主到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目前大运之尘土里面含有萤木正印,悟土时神,鬼水正观。 正印表示长辈,房屋,合同等等,这些因素会带给自己的压力,特别是需要注意父母的升起,如有白桑师可以尽量参加,以减轻长辈的运程压制力。 师神表示想法,一般师神就是想法特别多,又想干这个,又想干那个,反正是拿不定主意,常常在举其不定中丧失机会。 正观代表婚姻,失业,身体健康,因此这个大运,这些因素也要带来压力。 具体注意时间就是2018、2020、2022、2024就是个偶数年份,从2024年开始,命主正式转运。 注意事项令外,你还可以注意这些情况,或许会给自己的运气,带来影响不到的效果。 你出生地或居住地为中心,你的住屋、办公室、座位、赤字头部、就业、就学、求衣等朝鲜南方、东方位极力。 创业时机、出门远行等办事时间选在夏季,春季可适办公备、衣着、首饰、家具、装潢等颜采用红色、绿色、门牌、车牌、电话号码、抽奖、楼城、房号等选择有数字三、 四或有一、二比较幸运。 朋友上选择爱,有年生的人,因为他是你的天一贵人,是能给你帮助的人。 命主与生,子年生者三和,与有年生者六和,和这三年生的人相处较融洽,如有婚戒、八字、恶事等方面的问题,可以点我头小句主页,关注或从右上角色信获取帮助,或直接看我的个人动态即可。 我自会根据挂箱给你提出建议,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